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高兴之下便赏了这个叫海棠的丫头 于是世间便从此有了这个叫海棠高的典型 那后来呢 海棠和少爷还有什么故事吗 爱情故事 关于这个糕点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这没了 这没了 各位 谁还有更好的提案吗 不是 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的劳动成果 梅子高里没有梅子 海棠高里没有海棠 还有什么好说的 声音之前还给我提过一个方案 郑总监不妨听听看 请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准备的这个方案 谢谢 郝奥回那边联系过了吗 金老板那边昨天联系过我了 他们那边也非常愿意配合采访 唯一只有一个小要求 就是在咱们的版面上 给他们的新分店 打一个广告 他们也联系我了 也提了打广告的事 但我拒绝了 上周联系我 这周联系你 他们合作意愿 倒是很强烈的 那郑总监这边 意下如何 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确是最理想的 好 那咱们就定下班而回 行 但要记住 一定不可以打广告 我们要保持自己 文章的中立性 好的 总监 可是不二回 是我们未决江湖的 第一个重要选题 如果客户坚持没有广告 就不接受采访的话 我们也不好意思拒绝吧 但我相信 身边记得能力 这点问题对你来说 不是难事吧